大家好我是蔡太太 我是蔡媽媽 你是誰 蔡大哥 害羞 我是蔡先生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這次要帶各位來宜蘭 吃鴨泡澡 我們知道宜蘭的烤鴨 大家常常都去那間 就是也是很有迷的 我們也去過 那但是其實你認真看呢 宜蘭裡面還有一間也是非常有名 原本叫照片 那現在叫做浮棚洗來燈 去裡面吃它的櫻桃鴨 就是一鴨幾吃 對 櫻桃鴨呢 不是吃櫻桃長大 是因為這個鴨 它其實是北京鴨 去英國的櫻桃谷 是全世界最大的鴨的繁殖地方 最後呢大陸的這個公司呢 再把櫻桃谷那間公司買回來 所以人家就把這個鴨呢 就叫做櫻桃鴨 什麼要睡覺 我講那麼認真 媽呀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帶各位去住飯店 然後吃吃烤鴨囉 走囉 走囉 go 來了 蔡媽媽跟蔡大哥 看他們的髮型就知道 蔡媽媽剛剛睡得很熟 哎呦 我看看蔡大哥 哎呦哎呦 睡成這樣好熟哦 哎呦 連筋都沒有張開 哎呦哎呦 很像都睡得很著哦 首先我們要先去這個工作室 叫做醒來吧工作室 記得剛剛大哥睡覺還說 到的時候要記得叫我哦 這個不是我的 是蔡盛盛盛 走來喔 走來喔 這裡呢是原本市政府的員工宿舍 宜蘭裡面有兩個是原鄉部落 就是南澳跟大同鄉 但是所有原住民的一些產品的展示中心 都是比較偏向沒有在市區 所以他們宜蘭市政府就把這個宿舍的地方再做改造 然後這個地區全部就是都是放原民部落的一些產品啊 他們的文創的東西啊 還是他們設計出來的東西這樣 所以這個叫蘭陽原創館 它的左右兩邊都還有是可以走走看看的 欸這剛剛講蔡大哥的醒來吧 現在醒來了 我不是故意要錄廁所 哇塞 告訴各位真的有廁所 而且還蠻漂亮的 哇很可愛欸 哇它這個編織弄得很很漂亮欸 這個DIY一次大概要多久時間 就是四十分鐘 就是這麼快喔 哇好漂亮喔 我們支付以前就用支付 哦 用了傳統的 傳統是用支付的 這裡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對 好厲害欸 一手旋律欸 這裡也有一個這樣子的舞台 猜媽媽要不要去上面小試伸手 他的讚美超已經生生了 他的關節都需要尖油 這裡超美的你看 全部都是他們的 哎呦你看超美 這裡也可以吃東西 適合小孩子不受控父母喝的嗎 嗯 的父母 喝完會不會說 妳不用認真回答謝謝 閉著眼睛欸 哎呦這樣怎麼看得到路 要走進哪裡了 啊哈哈哈 媽媽您要吃 媽媽還是要跑步 跑步是不是 對 好啊 好快到樓 好快到樓 啊到了 我是亚军 你是什么军 乖军 我刚才以为这是几间店 后面其实它还有一个小小的腹地 普通坐在这边 连饮料都可以在那边喝 然后会有一些吃东西的 那你觉得这个水果茶怎么样 它还是推荐 还可以吗 点头可以是不是 这个我才可以喝 这个你才可以喝 我们看今天平平跑厕所的菜妈妈 小米冰淇淋 如果你要看餐厅的口感 你可以问他们 如果你要知道这厕所的干净度 你可以问菜妈妈 因为一糟两个 我觉得场地不是很大 但很可爱 然后吃东西要什么也是 我觉得假日人应该是会一搓 那主要这是串联整个车站附近 就是你跟着车站 然后中山公园旁边过来 然后就可以去我们今天的地方了 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 你要骑去哪里 骑去找妈妈好吗 走吧 现在正在check-in当中 现在在浮棚洗来灯 那入住之前看了一些YouTube牌 真的是蛮适合我们 因为它有一层专门是属于 亲子的楼层 哇一览而无遗欸 积木欸 哎呦 这个灯光是有点柔和的是不是 有点 这里也都是积木欸 立体这个 对啊 来浇溪当然就是泡汤啊 现在请到了一个比利池小姐 在现场看蛮大的 蔡妈妈最近已经泡温泉 泡到沉津了 那听说这次要来这个温泉的地方的时候 要立刻报名 然后你在这个浴缸外面 直接的view 你就可以看到别人 大家互相相看良不厌 你看我我就看你 你看这两个人 进来就趕快兜里天边 这里九楼就是他们的活动中心 现在进来了游泳池 哇这个点了灯粥也是 蛮有情调的 哎呦 蔡妈妈 下来圣比 来食咖来食大食 旁边都出去了 notwend 吸大食 水都会来食 這灯归 看起来很像去一个旅游圣地的感觉 我们想去那里游泳 好玩欸 主要是它是温泉 所以他也不會怕冷啊 不然小朋友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來玩會怕冷 來了 水上樂園 林鄭脫逃這什麼意思 他會有一點緊張是更長 因為很晚 太媽媽 一扇這麼大扇 躺在那邊 欸你的有冒飛走了啦 有冒飛走了啦 還好不是假髮飛走 好香虛 好燙喔 哎唷 好燙喔 謝謝 這是廣式片鴨 它不是北京烤鴨 所以在片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幫您把油脂取掉 似乎記錯了嗎 應該是我切肉 連我的手套皮一起切下去 北京烤鴨一般都是皮帶肉下去片 喔皮帶肉 對它果然是片鴨的話 會先把皮捲下來 片完之後還是會幫您另外再取肉 再搭配 這樣它口感上也蠻豐富的 會不會說很單薄 只有皮 所以吃起來解膩 吃法不一樣 對 剩餘的部分 會進去再做炒鴨醬 好 好 謝謝 謝謝 YES 送主的名道道 阿妹 菜媽媽代表我們吃烏烏烏的高渣 外面的酥酥子裡面軟軟 好吃嗎 來了 他們說這個是 這個的吃法呢 就剩下一尺 它雖然是 我們在吃的那種廣式的感覺 但是它加了起司 它整個就是有一種 有充足感 是中式 港式又是西式的感覺 這個就是一般烤鴨最純正的吃法 或者醬啊 跟爽口的小黃瓜 還有鴨 有這麼好吃 吃起來脆脆得咧 你吃在嘴巴 跟小黃瓜 搭配有小黃瓜的新鮮 很好吃耶 就是吃起來那個味道 可以把那個鴨的肉感綜合吃起來 然後外面那個滷片皮 哎呦 干貝鴨香粥 我看起來應該是它的鴨香寶 沒錯 它這個哎呦 脆皮沙燒 第一塊先吃原味 第一塊再搭配我們的檸檬片 好 很有解膩的一個效果 金醬醬 金醬醬 喜歡嗎 醬什麼鴨子 很香有麻油味道咧 甜甜的咧 甜甜的 那個九層茶味道 九層茶是 九層茶味道 很香 鴨架 風味湯 鴨架 很像火鍋啊 因為還沒火鍋料 有鴨的味道 所以要那你加一兩滴紅鹿 要加酒 喔 要加酒之後整個味道提升 兩三滴菜媽媽加了一瓢 她本來是想要先喝 限肝為勁再吃米粉 你從她嘴角就知道 今天菜有多好吃 喔 很甜甜欸 真的 你還沒吃咧 有啦 你當天還沒吃 我就吃 喔 偷吃就對了 清肝 好吃 怎麼變這樣子呢 不要看那麼多電視 你近視好深喔 你要南瓜 你要橘色還是黑色 還是這個 選一個 謝謝 不客氣 好這個給你 好 好 你保護 這也太復古了吧這個 哎呦 80分 有香腸配的 香腸 現在都換魷魚片了吧 欸這個 遊戲室也是不錯齁 就是寬敞啦 好玩嗎 好玩啊 你有喜歡這個積木嗎 覺得還好 覺得還好齁 那你喜歡什麼顏色的 我喜歡 很多顏色 辣 紅 藍 藍 藍 好 早安 欸你的手上面是 是什麼 那你這邊吃的是恐龍蛋喔 對 早餐的選擇滿多 自己煮麵的地方好像有點來到小龍市集 菜好多喔 對菜是滿多的 菜媽媽一邊吃一邊看的外面的人在泡腳 他一邊泡腳 菜媽媽一邊吃蘿蔔糕 哈蜜瓜甜不甜 好吃啊 這裡是 這裡是 壯圍旅遊中心 因為壯圍就是沙丘啦 所以他們這整個遊客中心其實蓋得像沙丘 慢慢慢慢上來一個尖尖的地方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那種防風林的一些植物 那這就是沙丘的感覺 這裡製造情境的泡泡就是大哥本人 好夢幻好夢幻好溼 好像 荒芜的樣子好像 荒芜 現在要進入探險的階段 哇 這裡面很漂亮耶 跟我小笑不太一樣耶 這裡面小小的蠻可愛的 不過這裡因為 它是模仿那個沙丘的關係 所以它那個地有時候不平會凸起來 像這個凸起來 大家要小心它不是很白的樓 現在來它二樓 有一個咖啡店 這還有一區可以給你換拖鞋進去 這裡還蠻不錯的齁 因為這裡旁邊就可以直接逛到 沙丘啦 就是海灘 然後這遊客中心做的也是蠻有誠意的 就是一個可以停車下來上廁所 蠻好的一個景點 你說要玩什麼 它沒有玩什麼 就是散步小孩子走走 然後二樓有個小咖啡廳 大家可以去繞繞 這個行程叫做吃鴨泡湯走走 這裡現在是走走 吃鴨泡湯現在來走走